新北市400万人口当中新住民有11万多 而且呈现逐年成长 如何为他们破坏愿景进一步培养新住民二代 新北市教育局投入了1000万元的经费 作为国际时尚人才产学合作基金 日前更透过作品发表和走秀 向外界来展现他们的才华 走秀服饰结合母亲文化与会和新世代的设计感 丰富色调洋溢南洋风情 大胆又前卫的设计犹如置身在巴黎时装周现场 其中担任服装模特儿的高二学生王子兴 妈妈就是越南籍 我对于服装感觉他们特别优美 对他们越南的特色服装真的是很 能体现出他们的身体的姿态 新北市政府要决定培育我们新住民二代 对你们未来发展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有 我有很大的启发 就是如果能融入这个时尚的话 我会感觉非常 为什么就是台湾能有更多元的衣服 更多元的时尚 对 然后能让我们新住民二代 然后能多探讨出就是我们母亲啊 父亲啊里面的一些民主姿态 新北市3.4万名的新住民二代人口当中 具备双语言和跨文化的优势 更被视为是新北市的软实力 首创新住民二代培力计划 让这群孩子到东南亚企业实习拓展视野 如今还要串联大专院校服饰产业 还有纺织产业研究所 来推出全国首创的培育计划 新住民是新北市有11万人 占了非常高的比例 也是全国最多 这当中有3.4万的新住民成年 新住民具有双语言双文化 在整个产业国际的竞争 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我们这一次特别结合产官学 来做服饰社区 以及所有仿制的产业 我们一月投入1000万 来培育我们的新住民 透过产业和民间资源 兼顾升学以及就业 帮助孩子们从高中职 往上延伸到大学 预计4年会招收200名学生 还要再投入超过1000万元的经费 来培育国际产学人才 拜拜